做一個事情就是 因為他們要去 他們其實不是說去游山玩水 他們是去 真的去看一些議題 甚至他們去大都 他們去國光石化 他們去美麗灣 到處阿朗伊 他們都要去 那我認識的一些議題的人 一些公民記者 或一些NGO的人 我就幫他聯絡 說可不可以讓他去看 幫他介紹 然後順便幫他安排事情 就是透過這樣的方式 讓他能順 當然我沒有那麼厲害 全三個月都能幫他安排 另外來做一個事情 就是我們一起打群架 所謂怎麼打群架呢 10月1號他出發的時候 我去幫他拍 然後他們第一天 就是從反橋車站 走到銀彈藥府 我就開第一天 然後過來我就沒辦法拍了 因為他們就開始往南走了 然後再過來 他們就走到竹北 圖域 圖域也是要被徵收的 他就有另外一個公民記者 叫阿伯 他就接手 然後再過來 就去大埔 另外一個叫捷利的 他就接手 他是苗栗人的 他是苗栗人的 他住台中 他在台中工作這樣 然後再過來 他們到台南 就有一個叫 Ellen Lee的 就接手了 本來屏東也有啦 可是屏東後來 好像不知道怎麼樣 沒有接手 他就是台東 台東一個叫藍人區的 他就接手了這樣 然後再過來 他們就要回來北投了 有一個叫獻民海 他就接手了這樣 然後到元旦 他們從美術館走到東東府 當然是我要接手 我要收尾 我要開頭跟收尾 那 經由這件事情來講 譬如說以我來講 我住台北 我怎麼可能跟著他們 三個月這樣記錄 不可能 而且也沒有辦法記那麼細 所以在他們開始之前 我就把這個消息丟出去了 就是我 我所認識的公民記者的網絡裡面 我們就去 就去發這個消息 然後有人說 他當什麼時間到這裡 那我來幫他記錄 所以大概六七天吧 其實這個東西就是我在測試一下說 到底我們公民記者的這個串聯的成果怎麼樣 看起來還好 就說稍微還有六七個人去做起來 搞不好可能還更多 所以當我們真的 也許這個是超兵 是超兵 也許是我們有可能什麼議題起來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可以趕快串聯到更多的人 譬如說後來 譬如說土地徵收的問題的話 台中 其實台中也有 因為台中最近有啦 那時候還沒有 也許台中也有說 那那裡有個什麼事情 台中人 你可以趕快去 去想辦法去 哇 那個議題就是這樣子才會 凸顯出來 加大起來 可是還是要就近的共民記者想辦法去 不然大家殺過去 真的天黑了 太累了 這樣子大家會不持久 我們做共民記者就是要想辦法 量力而為 像現在浩西爸爸 因為他媽媽就比較不舒服 所以他就比較沒有時間做 可是我覺得那是OK的 每個共民記者就是看你自己的狀況嘛 你有多少能力 我一直講說你就是量力而為 你能做到多少你就做多少 那也許大家 可能公司要忙啊 你可能也沒有時間 那就 自己看看吧 自己操作 好 欸 雖然如此 我還是在寫 你還是在寫 變莫敵了 怎樣 是寫醫院裡面的 寫醫院裡面的 寫醫院裡面的 只是我們比較少看到他 寫醫院信號歌又一篇 也很莫敵 沒有啦 你當然寫醫院裡面的 可是是不是說我們 我們講的說是不是外面有些什麼事情 你就沒有辦法去 就像我最近也是很懶 我也很懶的 我已經很久沒有貼東西了 那當然共民記者有這個權利 我覺得有點累我就休息 因為我們也沒有 也沒有人付我們薪水 也沒有高層說你一定要 一個月報幾篇 一定要寫到怎麼樣 我們都沒有 也許瑞翔會規定你們 所以一定要寫什麼 可是那是因為你在課堂上 而且你是剛在學 其實我那時候剛開始當公民記者 我真的是每天到處跑 一有記者會哪裡有現場 我真的真的去 搞不好一天都要跑 兩三場都有 然後就拍 我覺得那是在磨練自己 磨練自己 可是後來我覺得 好像也沒有必要 因為有時候就有媒體去 有媒體去報導 有時候譬如說有公事去了 我就公事你來了 所以我跟公事記者 有幾個比較熟 喔你來了 好跟我今天放假 我就看你拍就好 這個就是說你自己要 可以去調整 那我們在講公民記者 我們真的是 比氣長 不是說我現在 哇很很很用的這樣 跑來跑去跑來跑去 然後三個月就掛了 我們不要這樣的狀況 我們是真的是 你很持續一直做一直做 甚至我覺得我到老了 到老了跑不動 那我還是可以寫東西啊 或是我之前 以前拍的 其實我以前拍的 我並不一定有發佈 搞不好可以寫回憶錄啊什麼的 這件事情 一個習慣以後 你搞不好就可以一直做做做 我們期待的是這樣子 真的不是三個月很衝很勇 然後就掛掉 就不要這樣子 然後再過來我們要稍微提一下 就是說 我們剛剛講 這個所謂的商業媒體對不對 有時候 我們對他有意見 可是我們其實還是覺得 他們也是很重要 那另外一方面 我們這些公民記者 其實還蠻單薄的 真的很單薄 我們實際去講 我們講實在話 我們沒有那麼偉大 真的 那是剛好碰到一個什麼例子 這樣子 而且 搞不好就 一段時間沒有 你說 兩年前有大埔事件 現在還有什麼事件嗎 文靈院 可是文靈院就不是那樣 文靈院幾乎是打停架的 那麼亂的場面 那麼多攝影機 好像不是像剪大埔 就是只有我一台攝影機 然後可以把它爆發 那種 也許那種機會是不一定有 可是我們持續做之外 我們也要持續去關心 就是說商業媒體 跟公民記者中間這一塊 那個又太大 我們這個又太小 那中間有一塊 就是我們有沒有辦法 去讓它持續一直走 就類似上下游 上下游它雖然不大 網路的東西雖然不大 可是都是一個組織 而且他們都比較 比較有固定一些東西在做 就像最近那個未單 不合適的那個時候 真的 真的 有一些效果出來 要休息 休息 休息 我可不可以跟你comment一下 你剛剛說那個 看到公視在 你就說休息了 可是我現在覺得 這樣的心態 有一點需要商榷 我剛剛還在跟他講 就是說上次 我看到有人 拿著攝影機了 我就很高興 我今天可以休息了 我就沒有沒有攝 結果 對方居然沒有把它放在網路上 然後我一直去 去去去去跟他們說 怎麼好久了 你還沒有弄出來 結果到現在還是沒有出來 不是公視 不是公視 的人 我認為這個人 很OK 我可以信賴他 但是 我從此 我不會再做這樣一個錯誤的決策 既然我到了現場 我就要拍 我不管別人有沒有拍 我 我既然來了 我到了現場 我就要弄起來 這是我的 對你剛剛那句話的一個comment 而且 別人做的 可能是他的 他的觀點嘛 那也許我想表現的不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我把它拍下來 還是 將來我看到 欸他怎麼這樣講 我還有機會 沒有 那紀錄是可以的 可是有時候 我們在講說 他回去 怎麼報道 怎麼播的時候 不是他能夠 對啊 所以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不管你覺得公視 你覺得他是怎麼 你還是應該把它錄下來 到時候你要不要 你覺得 要不要剪 你要不要 摳 主權在你 對 可是你要是到了現場說 啊 有誰在 故事來了 我們可以不要 我們可以休息了 但是你 最後你會 沒有啊 你休息不是說就不管啊 你還是在看那個東西 你在看那個影片啊 我不一定要看 我會照相 或是甚至我錄沒有發表 我的意思是說不算怎麼樣要錄下來 就是我 那有時候就偷來一笑 不行偷來 哈哈哈哈 哈哈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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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